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结构之一 人体一共有143个不同的关节 大致膝关节,细致指关节 都是我们完成身体动作的复杂单元 无论是站或走的过程中 都需要关节来减震缓冲 只是这个神奇的结构 才保定了人体运动和动作协调 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阴雨天、上落楼、长时间行路或者运动时 总是会有关节酸痛、异响、僵硬、肿胀等諸多问题 困扰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在50岁以上和70岁以上的群组 关节问题出现率分别大概是50%和80% 随着跑步热潮、健身热潮的全成运动趋势 随之而来的是 关节问题发生率也逐年上升 而且渐出年轻化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关节出现诸多问题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健康的关节 气血经络通胀 滑液饱满润滑 圆骨完整光滑 令关节在活动的时候灵活无阻碍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运动损伤和风、寒、湿的影响 关节的气血经络开始变得不通常 关节股内患液开始流失 导致润滑性下降 关节的圆骨开始出现磨色 变得粗糙、不光滑、弹性下降 这样就会造成关节酸痛、异响、僵硬、肿胀等諸多问题 所以要从根本上缓解和改善关节问题 不单只要疏通瘀倒的气血 同时也要提高关节的润滑度 修复退化和受损的关节远骨 三者缺一不可 在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通过补充二人、割筋等天然安全的食材 来疏通经络气血 滋养筋骨关节 其中二人既是利宿 又可以疏筋缓急 除筋骨邪气不仁 经典中医名方 累症治财中的二人汤 中用二人 具有驱风除湿、散寒之痛的作用 割筋可以疏筋活乐 通行血气 具有活血除臂的功效 本草经解提到 猪鼻皆起于气血不流畅 割筋身金磨散、气血活 猪鼻治愈也 根据现代营养学 可以通过补充软骨提取物 来提升关节的润滑度和收服能力 利用生物控制煤解技术 制备的软骨提取物 含有丰富的硫酸软骨素 透明质酸和二型胶原蛋白等营养物质 可以保护软骨细胞和关节软骨 促进软骨肌质和患逆透明质酸的合成 另外还有一些新兴的关节营养补充剂 例如姜黄就有好好破血行气 通经止痛的功效 现代研究表明 食用姜黄可以保护关节圆骨和抑制骨关节炎 改善关节疼痛 提升关节功能 除此之外 关节的营养交换都要畅通 但是圆骨自身无血液供应 只能通过运动时 挤压摄取患液里面的营养成分 所以 适当运动才能够疏通关节吸收营养 从而促进关节圆骨的润滑和修复 日常生活中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小动作来帮助关节健康 我们的关节陪伴着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 关节健康不容忽视 要有意识感保护关节 令你身轻松 心飞扬 生活精彩尋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